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象有什麽特別的地方呢? 生物上的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很想知道一件事 他們在想什麽 或者他們至少在說什麽 有養寵物的朋友 你們會經常說 他們懂得聽人話 他們懂得了解人的語氣 狗我們只會懂得看眉頭眼額 有內疚 其實貓是懂得看的 但是貓是不理你的主人 究竟那個情緒是怎麽的 可以說甚至乎你家裡如果大家有老鼠 你要放老鼠藥 大家都知道放的時候要不聲不聲 其實因為動物界裏面對於這些聲音 這些危險 是很有警覺的 而且見到很多的動物 譬如你說那些海豚 那些似乎是 雀鳥也是 會懂得去聽大家的叫聲和聽大家知道是什麽意思 所以你說如果動物之間有他們的語言 就不奇怪了 更加多的結果就是那些黑猩猩 紅毛猩猩那些 甚至乎可以辨認到它有幾個指令 分別是在說什麽的意思 一些基本的語言概念是會有的 但是在這個星期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就關大笨象的事 他說大笨象會聊天 會說話 但是原來最有趣的是大笨象似乎是懂得叫對方的名字 這才是有趣的 當然就是科學家是怎麽知道的呢 這裏有些故事可以講一下 但是台長你自己覺得 如果告訴你大笨象之間 原來是互相懂得叫大家的名字來行動的 你覺得是不是不可思議呢? 我不會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這個問題 我們在讀語言學的時候 我們都有很大的爭論 又不怕說回以前 就是一年前學過的語言 學過的101 就是在Linguistics 語言學裡面 有一個很著名的人物叫Chomsky 他現在還沒有死的 他就有一個很強烈的觀點就是 所謂語言 我們界定的語言 就只有人類有 其他動物是沒有這件事的 那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除了說話 就是有個意思之外 我們有語法 我們有很嚴謹的語法 這個很嚴謹的語法大家不是聽到說 譬如我們平時講Grammar那類東西 譬如說 你講那個過去式 你不記得加這些 不是這些 而是我們講話的時候 我們是有一定的結構在這裡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吃飯 我們會把動詞放在中間裡 我是動詞在中間 結尾這個是所謂那個 即是你吃那個 subject work object 是不是 但是其他語文不是的 日文不是的 日文是我飯吃 他把我動詞放在那裡 他不會撈亂 而且這個情況 不是我們寫一本書 這個小孩學日文 他就這樣學法 總之我們聽回來 我們就知道的 這個在Chomsky的理論裡面 其實是我們表演在我們的腦裡面 每一個人都是 我們馬上聽一聽 我們自己會知道 這個語法是怎樣的結構 而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即使到今時今日 人工智能都解決不了這件事 人工智能那個 去學找方法 是一個歸納式的方法 我聽過很多次之後 我抽取一個最大機率的結構出來 去回應你這個問題 這裏講多了 而其問題就是 咦 這樣在大門像裡面 現在你說懂得那個名字 那很簡單講 大門像講話的語言裡面 有沒有結構呢 有沒有語法結構呢 這個就出了我們題目之外 但是剛才你說的 其實不是的 其實這個正正才是我們要講的題目 我告訴你 是的 人工智能他沒錯 去做一些東西是歸納性的 但是現在最有趣就是 在這個研究裡面 他是嘗試設計一些方法去辨認 你說的那些這樣的聲音裡面 是有一些東西 原來只是屬於 可能是一個主語 或者一個名詞 他們這樣分出來 如果你以我們一般的認識就是說 我們有一堆聲音的數據在這裡 我們人工智能學習 最後我們就歸納了就是說 這個聲音就跟危險有關 這個聲音跟食物有關 這個聲音是食物 這個聲音是危險 但是這個聲音是代表著 那裡有食物大家快點去 這個聲音是代表這裡有危險 我們快點逃走 就是是不是有一個語法的意思在裡面呢? 如果在以前來講的確 也都是好像沒有辦法去想出來的 但是這樣說 我不要將它擺成人工智能的問題 或者台長我們可以探討一下 如果我們去學習一個我們不懂的語言 我們怎麼知道那幫人 他們在叫對方的名字 還是在命令對方做事 其實我們是有些線索 我們可以有些方法可以知道的 是不是? 他在這個實驗裡面 他其中一件事是怎麼做呢? 可能台長你評價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破綻在這裡 他就是這樣的 有一些的指令他知道 就是我們知道它的內容是什麼了 可能就是和食飯有關 但是很有趣 在有一些比較微細的指令 微細的動作 你播出聲音的時候 他不是每天都有反應的 就是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說如果人類說 危險 走啊 接著大家聽到就是 不需要有任何名詞 總之你聽到有人喊 危險啊 走啊 火燭啊 你不需要特意喊 喂 陳志宏 火燭啊 走啊 不用喊你也知道那個危險 就大家一起走了 但是有時候生活上很多的事情 你是很專門地去叫一個人去做的 在那個場合你就需要喊個名字了 你就需要特意說到發一個音 那個音是那個人或者那個動物 是獨特知道是喊他的音 現在就很有趣了 在這個研究裡面 他們是首先由人工智能那裡學習 知道他們是什麼聲音 對做什麼動作 但是他們竟然發覺有一堆的聲音 是分類不到的 歸難不到是什麼 但是那個聲音特別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是你要用起來的時候 以他們的結果就是說 你是要對著一個獨特的其中一隻大象 發這個音 那隻才會認你 你對著第二個就不認你的 你首先就是有那個音 然後再有後面那堆東西 於是你就看到後面那堆動作就走出來了 其實他們就由這個分類那裡 開始就歸納了他們有什麼動作 但是在這些數據裡面也找到一堆東西 是跟這些動作無關 但是最後發覺他們的這個行為 就看出來 就說似乎是一些叫名的一些意思 如果他的研究方法是這樣的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信不信他們找到的答案 就真的說動物之間在叫對方的名字 剛才我要補充 就是剛才我引述那個特朗普斯的講法 不等於我認同他的講法 這個是他的講法 但是我馬上相信其實是這個語言的問題 不是有和沒有的問題 是一個spectrum來的 就是有些動物因為它有一點點智慧 它有一點點意識 它慢慢發展了一個語言的成份在這裡 現在大部分長可能都是這樣的 大部分長是有意識的 只不過它沒有人這麼聰明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存在的 我們回到那個科學的方法可以不可以 剛才你提到的 比如說有些in general的 我們看到一個危險的警示 我們會做一些反應 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看到紅色 燈亮了 我就可能有一個本能反應 這件事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但是這個不是語言 這個是一個訊號來的 因為它不需要去到語言那個層面 不需要有結構 不需要有語氣或者之類的 你說用一個人工智能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什麼方法來呢 這個是歸納法來的 我們看到一隻天鵝是白色 我們看到十就是白色 我們看到一萬就是白色 我們看到十萬就是白色 我們就歸納所有的天鵝 都會是白色的 用這個歸納法的方法 除非我們看到將來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認知了那個大運賬的名字 但是叫它不反應 叫它很多次都不聽你說 我覺得可能就是否證了這個說法 但是如果你說用現在這個方法去解釋 有些為什麼某一隻大運賬 會聽到某一些事情的時候 會聽到某一些反應 我覺得這個方法它本身是OK的 是合格的 但是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用人工智能去做 這裏呢 我想其實現在很多時候就是為了快和方便 而且你很容易就是把那個數據拿出來 去重複出來 我想這些研究呢 很多時候會再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重複在其它動物那裏 就是可能剛才聽到那一段時間 很多聽眾都覺得尤其是有養草物那些 你幫那隻狗改了個名字 你叫狗的名字 就是狗懂得聽的 然後就是你第二個人 叫狗的名字 其實狗都知道你在叫它 其實就是狗起碼就是有一些動物我們知道 它對於你叫它 只是叫它不是叫第二個 它是有這樣的意識 那現在呢 如果你問我呢 大笨象呢 有這個意識 也都一點不奇怪 但是獨特在就是 大笨象是懂得自己去 起這個名字出來 現在就是 他們能夠在他們的溝通裏面 發出一些獨特的聲音 而這個聲音就是他們的大笨象畫 就是代表著 小強這樣的意思了 快點去吃飯 就是這個就是 我想由這個人工智能那裡 加快了我們能夠將這些這樣的人 就是彼此之間的名字的信號 就將它勾出來就更加容易了 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是用人做就更加難了 但是這個有名這個呢 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事情來的 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 剛才我們說用狗的比喻 它是生在一個人的社會環境裡面 嗯 但是大笨象是生在一個自然的環境裡面 是啊 它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能力去做這件事 這是第一樣的問題 第二樣是它有一個名字 就是它有我這個概念 嗯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名字就代表一個個體 嗯 是啊 駕月秉丁不是隨便一個 就是說這個人就是 所以我們在英文裡面 我們叫做什麼 POPPERNAR 專有名詞 就是你才有的嘛 是啊 這個原因就是它有了一個我的概念 但是這個我這個問題呢 其實在動物界是做過很多實驗的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比如在那個動物裡面 上面的額頭上畫了一個十字 是 給它一塊鏡去看 有些動物是對這個沒有影響的 嗯 那貓就沒有了 就是貓是看到自己的影像的時候 它認不到這個是它自己來的 但是星星會 星星會看到 如果自己有一個額頭 看到一個十字的時候 這個我來的 這個我的概念呢 就不是純粹現在我們看語言的問題了 而是在這個語言學的現象裡面呢 因為我們看到就是 它知道有我這個身份 有對方這個身份 換言之就是它那個意識的 那個成熟的程度是很高的 都 如果以大象來說 我絕對相信是 雖然你說呢 在生物來說呢 是不是那個腦子一定越大 就越聰明 我就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呢 就是總體趨勢來說應該會是 起碼我們知道有件事叫做 Elephant memory 大象就很好記性的 就是我不知道它在其它智慧上面 可以表現出來多少 但是它在那個 就是起碼記憶那裡 是強過人很多 是不是 如果你說著了 它對於那個空間那個分析那個能力 它怎樣在一個地球上面 去周圍去航行 怎樣去找回那棵樹 就是它自己的槽在哪個能力 那麼你會發覺又是 雖然它的腦子很小 但是有些可能局部地 比人類更強 也都會有 所以你說呢 你如果問我 沒有做過任何實驗 我猜 這些這樣的比較大型的動物 尤其是那個 越系哺乳類 結構比較複雜的動物 它有一個比較複雜的思想行為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會是 但是你記不記得 我們現在叫那個象叫什麼名字 我們叫大笨象 為什麼我們加個笨字在裡面呢 我想純粹動作慢的 我想其實如果說 是聰明過很多動物 就是我們後來發覺是的 往往就是 為什麼人可以表達這麼多東西呢 是他們 譬如 那個語言控制 那個嘴部 還有喉嚨 那個發音 那個複雜程度 可以很高 所以就算人 這個物種 裡面的語言也都非常之多 如果你那個嘴部的結構 不是這麼複雜的時候 你發到的聲音不多的時候 你那個運用語言表達的潛能也都會少了 另外就是說什麼呢 原來就是 就是最近我自己都跟一些拍檔去做其他節目的時候 說的一個問題就是 動物使用工具 原來那個動物使用工具能力高不高 也都真是原來很取決於 它有沒有對很得閒和很精巧的手 那所以為什麼寧長類動物呢 它的運用工具能力會比其他動物去高 其他的動物可能只是 只有兩塊旗 沒有手指 或者只有一個嘴可以幫你去做事 如果像的話 就只有一個鼻是最靈活的了 所以最後它能夠表現出來 那個運用工具的那個能力 也都受限制 所以可以說 可能對於很多動物來說 它那個先天的軟件 它可能已經有一個我識在這裡 但是不過很多東西它不懂得用 它沒有辦法用那個語言 還有用它的行為動作來表達 就是很多動物它背後裡面那個的意識行為 甚至乎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又好像有靈魂的一個個體 可能是比我們想像中更複雜 只不過是越是去到寧長類動物 越是近人類的時候 它就越有多不同的方法去表達出來的 可能大家對於動物 究竟有沒有靈性呢 有沒有意識呢 有沒有自我呢 經過這麼多年的研究 要重新想一想 我們四節的科學生之外 我們完成了 我們接著到這個科學回憶錄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手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就真的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 好啦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